我是把它放在那个我们云端上面的这一个地方 这一段 所以基本上你至少 像我看有些同学 至少他可能还不太会写 没关系 至少还懂得怎么去复制 怎么贴上 怎么产生按钮 可以按下去会walk 至少这是最基本的 因为你后面还可以慢慢在 反正你至少知道程式在哪里 然后你至少可以再找个时间 自己在练习 OK 所以基本架构 我记得就是说 我的程式放在这边 如果你要把它放到你的VBA里面 记得就是第一个 你一定要先产生一个模组 然后产生模组之后 把这一段程式 找到之后 Ctrl-C 然后再到这边 把它Ctrl-V贴上就好了 它就有了 OK 那如果你要执行 当然你有几个方法 你不见得一定要做按钮 如果当然最好是 你可以在这边产生按钮 如果你不做按钮 直接在这边按个执行 有不要放在这个区段里面 然后按执行 它一样会执行 有没有 你会放后面 有了 那如果你要还原的话 按这 有不要放这个区段里面 按执行 它就清除掉了 OK 那你会发现 它会有一闪一闪的那个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一个一个的储存格去做 所以它实际上就是for I for J 它就是把这个范围的每一个储存格 通通帮你抓出来 判断一下 到底里面有没有资料 如果有资料 就再做下一个 是不是礼拜六 如果是就隔世 不是就再判断礼拜天 如果不是 那就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就跳过跳过这样 有点像那个一个 一个工厂的那个 它就是一直去筛选 什么样筛选器 做什么做什么这样 OK 这个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如果当然你要做个按钮 基本上我前面有讲过 基本上你就是直接从 开发人员里面的插入里面 你这边就有个什么的表单控制项 那你可以在这边加个按钮 OK 那不过 可能会有几个问题发生 什么问题 就是说 你这边加了 说我前面讲过吧 你可以把这个名称给复制起来 选到之后按确定 再把这个给贴上 主要复制用途是要把那个名称加上去 那第二个按钮 比如说你要还原 假设按它 它会有效果 还原格式的话 我先把这两个先 先把它 这两个先删掉 OK 那假如说 那假如说第二个你要再产生第二个按钮的时候 你同样可以从这边 不过好像有没有讲过 就是按钮如果不一样大 因为你如果第二次做的这个按钮 假设你要再加一个什么呢 那个什么呢 比如说清除 还原格式 那你会发现呢 如果你用第二种方式来做 当然你贴上之后你会发现这两个按钮不一样大 你可以再去调整它 不过你会发现哦 其实你再怎么调哦 还真的很难调到刚好一模一样 那其实在那个2010以后的版本 它会多一个新的功能 就是会自动让你去调整大小 但是2007没有这个功能 那怎么办哦 其实我导建议你干脆 我的习惯是这样的 如果说你做第二个哦 你可以把第一个怎么样 复制 再贴上 两个就一样大 对不对 那如果你要移动位置哦 再拉一下应该还好了 然后 那这个时候呢 因为两个一样大 你可以再拿这个来什么 去指定聚集 再去修改成你要的这个 然后指定不用还原格式 这样的话两个 再把它贴上 这样两个就会一样大 那位置如果说 假如说不在同一条线上 你可以 如果你这样用滑鼠拉 不会整齐的话 你可以透过上下左右键 微调 这边有没有发现 我上下左右移动 它会稍微微调 有没有 可以透过那个上下左右键去微调 所以这样子做出来的话 会稍微更 更加精确啦 所以这个是一个小技巧 OK 把它移过来 稍微看一下 OK 好 那这格式化 把它还原格式 再来的话呢 最后 我们在做格式化 范围的部分 我刚刚有提到啦 像这个是2到32列 那我前面好像 好像有讲过 如果说我今天 想要自动去侦测 最下面这一列 到底是哪一列的话 还有呢 这个最右边栏是哪一栏的话 其实这个32跟12 这个数字呢 实际上我们可以动态的让它自己去抓 那我可以怎么抓 基本上我可以 就是模拟Ctrl键 游标放在A2 Ctrl向下 假设我今天是 假设我游标放在A2 Ctrl向下 Ctrl向下 它会停在这个范围的最下面那一列 32 OK 那如果说我Ctrl向右 会停在第12栏 那如果说我要模拟这个动作 并且取得这两个变数的话 其实你可以这样做了 你先打一个range 刮弧 这个地方的话 你可以给它一个游标放的位置 就A1好了 那这个地方如果你要侦测的话 我前面有讲过可以用and and指的是它这个范围的边界 边界的属性 关于5之后的话 你可以XL 这边有个Dump 往下 侦测到之后呢 它会给我什么呢 我希望知道 这个边界的列是哪一列 那你可以给它一个Raw的属性 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利用这个属性 里面告诉你说 这个最下面那一列的列号是多少 所以回来就刚好32了 OK 那如果说将来 常常你有资料是会自己会增加的 底下资料会增加或减少的话 那利用这个方式的话 比刚刚直接写固定的来得有弹性 OK 所以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那第二个是说 如果你今天要自动侦测 右边那一栏是第几栏 因为12我也不知道 如果将来那栏会增加或减少的话 那你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 一样可以怎么样 游标放在 假设是range 一样是range A1 假设 一样点一下 其实你打一个 游标 其实那一样是边界 and 刮弧 那方向的话 刚刚是向下 如果说你今天是要向 比如说我现在 游标是放在第一列 那我可以向右侦测的话 那我可以什么 exit 这边有个to write 向右侦测 侦测到之后呢 请你告诉我 这个时候不是列 我希望你告诉我 最右边那一列是哪一列的话 那这个时候你可以打一个c o column 这个有个属性叫column column指的就是哪一栏 这个时候呢 因为最右边边界的那一栏 是第12栏 所以回来的话 这个利用这一行 他也会得到就是刚好这12 ok 所以利用这两个方式的话 我们可以动态去抓到 你的这个范围 所以以后如果你试算表的范围 不是固定的 可能会增加或减少的话 那就可以补上这两 这两两行的叙述 可以给各位参考 这第一个 那最后 因为 那个 如果 这个范围